今天要看是誰呢 是看那位80歲老先生嗎 劉兆璇來探病 不過要不要順道關心一下 在自由廣場自焚的劉老先生 他卻衝耳不聞 我昨天看到他的小孩子 那麼的痛苦 我覺得非常的難過 站在人道的立場 國民黨 黨中央都應該派一個人 去看這位老黨員 老同志 去探望他 安慰他 我認為這是應該的 就連藍營立委都認為 於情於理 劉兆璇應該探視一下 劉老先生用自分表達訴求 就是不滿馬英九自我矮話 低調的家屬打破承諾 現在能做的就是 幫老父親說說心裡的話 陳寗玲 馬英九這些 他認為這是不對等的態度 國旗應該是我們國家的國旗 在陳寗玲來的時候 結果反而不能拿國旗 這件事情他是比較在意的 這件事情他一直在講 黨齡超過半世紀的劉老先生 北上自分都還隨身帶著黨陣 家屬希望國民黨不要不問不問 我是比較希望 這民婚來看對他說比較有意義 因為畢竟他們有學黨學弟的關係 這樣 劉老先生剛動完第一次的直批手術 還沒脫離危險期 手術費用可能高達30萬元 這筆錢 家屬還不知道到哪籌 你是警務長會 你這名代表我的 圓塌上的劉伯伯 儘管兒子聲聲呼喚劉伯伯一動也不動 從頭到腳包著紗布一呼一吸 全靠這條細細的筆管 前來探視的民進黨立委隔著一幕慰問 邊加油邊掉淚 用自焚抗議馬政府 劉伯伯因此全身80%燒傷 送醫治療好幾天了 還沒脫離險境 家屬又心急又無奈 因為龐大的直皮復健費用 籌不出來 還得眼看老爸爸飽受煎熬 說著說著 淚水奪框而出 民進黨立委送來的魏文金 雖然可以暫時應急 但身為國民黨失聯黨員 病塌上的劉伯伯 最希望嘴裡說苦民所苦的馬總統 能聽見他的心聲 3D新聞綜合報導